炎炎夏日不少民眾搶在第一時間 到小巨蛋冰上樂園溜冰 因為1號起台北市第三波場館解封 之前沒有那個疫情的時候 也是很多人 那要求他全程戴口罩 那另外我們還會在我們的座位席上 隔一坐一 採取適當的一個社交的一個距離 台北市管轄場館250人以下的室內場所 都在這波最新解封範圍 但民眾還是得遵守社交三原則 維持社交距離記得戴口罩 室內活動實名制不共餐 因為新北市三重市民活動中心 有不少民眾想到現場吹冷氣 邊活動筋骨 因為在6月1號開始 新北市78處公有場館 包括表演廳 親子館 市民活動中心全面開放 室內場館則採實名制 民眾直呼簡直要憋壞了 有開市很高興 比較便民 沒有開就是大家比較不方便 宴客或者是有辦什麼活動都可以 只要跟他們預約的話 他們也是希望趕快開館 疫情趨緩雙北場館漸進式開放 新北市長侯友宜在主持防疫會議時宣布 將滾動式調整開放措施 包括校園 酒店 舞廳等場域 朝大部分解封方式做開放 這兩天會討論 預計週三公布 記者綜合報導